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开车下班网友征坐副驾驶 看到造型 32岁的气质52岁的服装 最近一段时间 明星们开始陆陆续续走上工作岗位 并且忙碌起来 王一博自从2019年凭借电视剧陈情领爆红后 他的工作行程排得满满当当 前段时间因为无法正常开工 别人都在休息 他却要云录制综艺节目天天向上 复工后他既要拍摄电视剧有匪和天天向上 还要把之前没有拍摄的商业代言产品 宣发物料拍摄完 好几次看到他深夜拍玩具 还要转场拍摄广告的路透 令人心疼不已 好在现在尤斐已经杀青 他的工作也稍微单一点了 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了 尤斐杀青后 王一博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长沙 虽然能够见到天天兄弟了 但是这里还有繁忙的工作等着他 据悉 王一博不仅要参加常驻综艺节目天天向上 还有同样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要录制 这一次是医护专场哦 因为前几天的天天向上医护专场 王一博拍戏不能到现场 这一次终于如愿 还有就是王一博要为五四晚会紧张的准备 不过因为行程单一 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最近的一次工作完 王一博就下班了 而且还是自己开车下班的哦 不少网友争相留言要去做王一博的副驾驶位置 王一博下班时穿着黑色T恤 外面套了一件牛仔短袖 下身仍然是休闲长裤 有网友表示他最近的私服有点随意 要不是有颜值撑着 恐怕都认不出来了 还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评价超扎心 22岁有32岁的气质和52岁的服装 你觉得网友评价王一博的造型贴切吗 王一博开车下班网友征坐副驾驶 看到造型 22岁有32岁的气质和52岁的服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